那我们这两个资料库 我们都是非专利资料库 我们提供我们局内审查官使用 第一个是WOK 第二个是IEL 我们局内有一道我们的 那个服务台 或是各个服务处的服务台 都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两个资料库 那我们这个是属于内部使用 不过可以免费 那外面是连不进来的 你要用一定要到我们局内 因为这两个资料库 我们跟他们租 花费蛮多的金钱 比如说WOK来讲 他还算我们比较便宜一点 一年使用费要一千多万 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来我们这边使用 因为这两个都是很不错的一个资料库 那一般中小企业可能就没办法负担这么沉重的费用 那这个是国家共有的资源 我们也很欢迎各位中小企业能够来到我们局内使用 那我们今天大概介绍一个课程大纲 我先讲一下WOK 他是属于医学化学生物 动植物学这方面的 那IEL是属于电子电机这方面的 所以可能要依据你们 的产业别 你们才会说你想要使用哪一个资料库 那首先我们看那个WOK 我们今天的课程大纲会大概介绍一下 那个 资料收入范围 还有它的检索指令 再来就是它的检索结果分析 检索历史个人化设定 还有国际检索报告引用以文献取得 这几个大纲 那我们大概稍微来简介一下 WOK Web Knowledge 他是见机在一个网际网路的学术 资源整合体系 他就是把各种高品质的信息 他整合在同一个体系内 那他说他可以透过独特的那个引文检索 用一篇文章或一个专利号 或一篇那个会议文献点 作为一个检索词 那检索这些文献被引用的情况 了解这些文献的那个论文所做的研究工作 那你可以很轻松的 由这一篇 去把它的reference 有哪些 等于说他这篇文章引用哪些文章 那他这篇文章又被哪些文章给引用 构成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中轴 时间中轴 另外他还有一个related的那个reference 也就是说他的同时有引用哪些被谁引用以外 他还会有一个就是说 他们同时引用 他引用的这篇文章 又有谁引用这篇文章 这等于整个面都把它包起来 所以他们说他你只要一篇 他就可以涵盖全部的范围 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他里面WOK 他里面自己他自建的资料库有两个 一个是那个webscience 我们简单WOS 他是从1969到2010年 科学引文资料库 会议论文体资料这些 还有一个是他DII 德本他Innovation Index 他自己自建的一个专利的资料库 上面这个是会专利资料库 这个下面是他的专利资料库 那另外他可能跟BIOSIS跟Mainline 这两个资料库有可能跟他购买一些相关的东西 他可以包含在里面 在他的资料库里面一并检索 那BIOSIS他就是1969年到2010年生命科学资料库 他有5500种期刊 还有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这些药理学 事实上这个BIOSIS也是蛮有名的一个资料库 再来这个Mainline Mainline他是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一个生物医学资料库 所以这个都是蛮有名的资料库 他就把它整合了起来 所以他WOK在 在那个检索界也是算蛮有名的一个资料库 他希望他把他的资料很很很丰富 然后很有价值 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WOS 他由五大引文检索资料库跟两个化学资料库所组成 那他可以个别查一个单单一资料库或是合并查多个资料库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科学引文资料库有超快8000种期刊 他每周会更新 那社会科学资料库他有2400多种期刊 也是要每周更新 那艺术与人文 他有超1415种期刊 那光是这边期刊加起来 大概看一下他就超有12000种期刊 所以他的收入很丰富 而且这些资料库都很有价值的一些资料库 那另外在化学资料库方面 化学反应资料库他有114种 化学缩影有101种 所以他的收入范围很广 那这个是他收入前的一个文献的原始格式 大概给大家看一下 那收入后他会把它变成这种格式 那为什么要稍微讲一下他这个 因为大家看一下 他有12000种期刊大约 那每种期刊的格式都不一样 所以他要花很多的能力时间去把它整理成出来 去从12000种都把它抽出来 另外你看他是世界性的资料库 那12000多种他不是都是英文 那可能是俄文西班牙文什么 各种文都有化文 他要把它一些的title或是一些人名 要把它翻译成英文 所以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做这个后台的一个整理 那比如说这六种 我们看下一张投影片 比这六种 他就是说他把文章内的文字都可以做检索的 搜寻时的关键词 灰英文那个标题他会把它翻译成英文 大家可以想象的到那么多 那么多种期刊 那一种期刊又每次每天都一直进来 他都要把它翻译成英文 这后面的花的时间会非常多 然后期刊有英文的摘要他就会收入 那没有英文摘要 摘要没有英文的他是不会收入 他DII 就会 DII 他的专利 他们自己德本自己做的 他就会把那个 他们会有一个他们德本自己的摘要 待会后面我们会介绍 那这个会专利资料库 他是只有翻译那个标题 还有就是那个作者提供的关键字 他会收入 另外就是QoPlus 他的来自那个Site Reference 的标题中 有QoPlus 他会收入进来 那大家可以想一下 为什么要收入这个关键字跟QoPlus 这个事实上就是说 你在检索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关键字的时候 你可以再引申想说 这个是不是还有其他的 用这个关键字再去检索 你会检索到其他的东西再把它检索出来 那像我们国家瘦博士论文 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 指导教授都会叫你说 你把这一你的论文里面的关键字要写在下面 也就是说大家稍微看一下他的关键字 就知道说你这篇论文大概大概在讲什么 所以这个QoPlus可以帮助你说 我在检索的时候有些字我想不到的 我可以看人家的QoPlus是什么 我在用这些QoPlus的字 再去做一个检索的动作 这个 再来我们介绍一下它的检索指令 它的检索指令是蛮单纯的 它分为不灵逻辑还有切捷符号跟相近颜印算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不灵逻辑 这个大家都会NOT 这个我就不多讲 那它的检索顺序 它是说它用刮符为第一优先 再来是SAN 那SAN是什么 我们待会会介绍 再来NOT 再来NOT 那我是建议说 你如果要做一个检索的话 我们一般都会用刮符 刮符你会不要确认 你的优先顺序 最好是说哪些优先 我们用刮符把它刮起来 那这个切捷符号 一般资料库也都会有 它就是用问号 心号跟前字号 那心号大家都知道 它就代表后面一串的字眼都可以 那问号的话 它是代表一个字母 前字号是代表一个字母 或是没有字母 我们再来看一下一张 那我们看一下 心号我们就不讲 心号一般大家都知道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问号 一个问号就是会代表一个字 那如果是前字号的话 它有可能就是没有字 或是代表一个字 这是它里面的代表 那每一个检索系统都一样 你可能要了解一下 它的符号源的代表都不一样 或是它的检索的指令 也会都不太一样 还有就是它的片语查询 它的片语查询要用双引号 你如果没有用双引号 会产生就是它会变成 它会变成 cloud computing 中间会有一个end的意思 等于说你如果没有双引号 cloud可能在这篇文章的头 computing是在这篇文章的尾 这个跟我们一般的商业的google 或是亚乌奇某一样 你如果就有cloud computing 它会帮你拆字 然后再去做一个检索 那你如果不想让它拆的话 你就是要用双引号 然后再来就是相近元运算 send这个东西 那像这个相近元运算 一般都是在付费资料库 才会提供这种 这种运算的指令 那这种指令 是相当好用的一个指令 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是说两个检索词在代要中 必须出现 与同一句中 或是两个检索词在关键字中 必须出现在分号间 或是两个检索词的地址在同一栏 那这个就是说 我今天如果下一个检索指令 我希望这些字 是在同一个句子里面 这样才会比较有用 不然我会检索到一些不想要的垃圾 比如说我们的greenhouse all greenhouse send emission 那我如果不用send这个的话 我可能就是greenhouse and emission的话 会一个字在文章的头 一个字在文章的尾 这个检索出来可能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可能就是说 比如说网路电脑 四个字应该是电脑网路或网路电脑 或是网路的电脑或是电脑的网路 我希望这两个字 这四个字量量的话 会在相邻的地方 这样检索出来才是我想要的 而不是说这两个字离了一万八千离 这检索出来常常会检索一些不必要不要的东西 所以它才会有这个相近颜印算 待会我们看那个i3PO1 它会有类似这种临近印算的指令 像这种印算我们审达官常常在用 而且一般常用检索的人都会知道这种印算颜 这种指令 因为可以帮他省掉很多不必要的检索出来一些垃圾的按键 那接下来我们进来看一下 这个是WOK的主画面 那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因为我昨天进去看 它又改版了 所以我来不及做 功能都大同小异 可是有一些主画面进去的版面会不太一样 甚至它有一些功能还没有完全好 它也会说你还是要沿用旧的画面 那我们就依这个画面先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先看一下 它下面提供有简体中文还有英文跟日文这三种 大家如果认为说我看简体中文比较习惯 你也可以点简体中文来看 那上面它一样会有所有数据库 或是你可以选择单一数据库 那选择单一数据库就是说 它里面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介绍的 它有那个WOSDI 跟Basis跟Mainline这四个 你如果用所有数据库的话 它会到把四个资料库都去做检索 那相对的你要花的时间可能就会比较多 那你如果想检索单一个资料库 你就直接再选单一个资料库 那单一个资料库你点进去之后 它可以选择的栏位会比较多 那你如果选择所有数据库的话 它可以它那个布林逻辑它下拉的时候 它的栏位就会比较少 因为要四个资料库都共通有的 它才会把它合在一起 这个是数据库的一个选择 那我们待会可能就是会针对WOS 跟那个DI做一个介绍 那个Basis跟Mainline是它外挂的 我们就不介绍 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这四个资料库都单独把它列出来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 那WOS这个资料库 然后这个是它DI的资料库 那另外一个两个是外挂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外挂的会比较少一点 那另外自己的它就多做一点 比如说这个Cited Reference Search 或是这个化学结构式的检索 然后这个DI的是专利资料库 它会有引文检索跟化合物检索 化学结构式的检索 它就是你点进来的时候 它可以让你输入文字型的资料去做检索 它也可以让你输入用画的方式 画的方式画完之后 它会你点这个画图 它会跳出这个画图软体 那你把它画你要检索的一个 这个因为我不是学画学 我看不太懂这个 这个我们都说它是乌龟壳 你把它乌龟壳画好之后 你再按一个绿色线 它就会把这个丢进去 丢进去之后你再按色去 它就会帮你做一个检索 所以它除了文字检索以外 它也可以用图的方式来做检索 比如说这个我们 把它检索完之后 它就把它绣出来 比如说它这个就是它检索了多少笔 它检索到的 它就会用红色的这个把它标示出来 那你如果 这个是那个简幕 那你如果要进到简幕去看 你就按这个 Reaction Detail 或是FullRack 这个按进去看 就会看到它详细的一个资料 这是它画协式的一个检索 比如说我们刚刚按那个 那个Detail的资料 那个钮 它就会进来这边 那下面它就整个详细的资料 然后我们再来看WOS它的进阶检索 其实 进阶检索大家都大同小异 在检索系统里面 只要是进阶检索 它都会下 有一个这个栏位代码 那栏位代码它就会有一个 这个TS栏位是等于TOPIC 是主题 然后TI等于TITLE 这种代码 那你就是要把TS打进去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例子 TS等于Ninotube Same Carbon 然后AU是它的作者 等于什么 也就是说我要检索这个奈米碳管 可是我的作者不要是某一位作者 那它打好之后 你就可以做一个检索 这个都是进阶检索模式都大同小异 可是我们说一般比较 比较熟悉检索指定的人 大部分都会喜欢用键盘 用进阶检索 那比较初阶的会可能就会想 我用那个滑鼠用布林 拉一拉点一点 然后把GELT key进去 这是每个人依每个人习惯来做决定 那这个WOS的栏位检索 到那个Search 这个来看 那进来之后 它大概是一个布林式的一个检索画面 那这里会有一些下拉式的 那这个它的TOPIC是 会包含那个检索的标题跟摘要 跟关键字 会针对这三栏 那你如果说我只要针对TITLE 标题的话你就选TITLE 那下面这边 下面这边是可以你自己设定 设定你要检索的连线 还可以选择你要的资料库 你要的资料库 那你设为预定值之后 你下一次再进来 它就会以这些当预设值 你就不用每次来 因为有些人的检索模式 或检索范围 就应该都是那样 那它就是 你设定好就下一次进来 它就会维持这种模式 那再来要讲它这个栏位 它这个栏位其实 其实做这种检索都没什么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可是就是有一些小东西 不讲的话可能有很多人就 不晓得要怎么样把它摸索出来 比如说它这里有一个放大镜 放大镜它的功用是做什么呢 它是一个辅助检索 辅助检索就是说 比如说它是作者或是团体作者 或是它是一个出版品的话 它旁边就会跳出一个放大镜 那比如说团体作者 你放大镜一按的话 就会跳出下面这个视窗 那团体作者有时候那个名字 都漏漏的 所以你不晓得要打什么 你可能只记得某一片段 或是某一个开头 那你就按放大镜之后 它就会跳出这两个 那这两个我们 接下来看下面 比如说我们 你只记得说 PHA-ARM开头的团体作者 那你就在这一栏这里 打PHA-ARM 然后Move To 然后它就跳出这一个 那跳出这个之后 你就可以自己看 PHA-ARM什么什么的 看到你自己认为说 对就是应该就是这个作者 你就把它ADD EDIT加进去 或是你认为说应该两个 你就NEXT再加一个 那按好之后 请记得要按OK 因为有些人就 选好之后想说 什么都没反应 你按OK之后 它才会带到刚刚那个 这个检索的框框里面 一开始我们说放大镜旁边 左边那个 那这个就是整个它辅助检索 一个它所谓的放大镜 它辅助检索 那这个部分是 你只记得PHA-ARM 跟那个大同小异 只是说这个PHA-ARM 可能是在中间 或是在后面 那你如果只记得这样的话 你可以用下面这一个 这个是放大镜的辅助检索 还有就是说 有些东西 它是你 写的那一个栏位 它才会跳出来 不晓得各位 有没有在其他的 那个检索系统 都有这种感觉 有一些就是 眉眉嘎嘎 你在看的时候 你会看不到 可是你一点 它点这个的时候 它才会跳出另外一个出来 但这个也是一样 你点地址的时候 它才会跳出这个 缩写的这个出来 那你打 点进去它就会 跳出有四窗出来 你就会说我的缩写 应该是哪一个 那我们再看下面 这种作者也是一样 你选作者的时候 它才会跳出这个 作者的一个 辅助检索的东西出来 All the Founders 的这个出来 那这个它也是一个 辅助检索的方式 它会有四个步骤 你如果点这个 它会有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说 你可能要打它的 作者的名字 那 待会打完全部之后 我们再来解释 那比如说 我知道它的作者是 O B-Y-R-N-E 那Husted Initial 就是P 那你打完之后 按下一步 那下一步之后 它就会跳出这个 那你就可以挑说 诶我的是P-Star 还是只有P 还是哪一个 那你认为说 应该P什么什么的 你不太确定 比如说我们选这个 它这里 它的资料库里面 这一个作者 就有237个作者 那在点下一步之后 因为你知道它这个作者 你想要把它限缩 在某一个范 那个范围下 你才会 检索到你想要的东西 那它这里就会让你选 第二个步骤 它是限定它的主题领域 你知道它这个作者 应该 它的专长 我要找的这个作者 专长 是在生命科学 跟那个 生物医学方面 那你就 就够这一个 那你这样就会 再限缩你想要的东西 然后再下一步 那下一步 它就会跳出这个 第四步 那第四步 它所要限定的是说 这个作者的相关机构 你知道说 这个作者 他是在生命科学 跟 跟生物医学以外 你还知道说 他是一个教授 而且他是在医院服务 你就可以勾 他是一个在学校的 或是在医院的 就把它勾起来 它的相关机构 那勾完之后 按完成 他就会把整个检索词 把它带出来 做一个检索的动作 那你就可以看说 他的检索 总共198笔 你如果不做这种 这种限缩的一个动作的话 你可能只用作者 那他可能就是比数 会非常大 或是说 你只知道说 你今天只要检索生命科学 或是生物医学的 那你检索出来的比数 也会非常大 那他这个用意就是说 我可以一步一步帮助你 你只要照我的步骤 然后把它填完之后 你的检索出来的比数 应该就会比较符合你所需要的 这是一个辅助检索 那他检索完之后 会有一个结果 那结果之后 这里会有两个钮 这个是 两个分析钮 这一个钮是对按键 做一个分析 他在十万笔以内 他都会 会对按键做一个分析 那这一个钮是对 他对那个 Citation 的那个 的那个 文章做一个分析 这个是对他本身的按键 比如说我今天检索到一百笔 他会对这一百笔做一个分析 那我这一百笔 检索到这一百笔 我引用的 可能有五百笔 他会对这五百笔做一个分析 这里有两个钮 那这检索结果之后 他输出会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它就是 你可以选择 你就是可以去勾 勾说你要哪些资料要输出 或是说你也可以整页 你勾第二个整页 那勾第三个就是说 你要从地级笔到地级笔 这是你要选择哪些案件要输出 那第二个步骤就是说 你要输出的内容是什么 比如说你要输出的是 作者 title 或是加上摘要 或是福尔瑞克 那第三个就是说 你要用什么方式输出 比如说你要用print 或是你要用储存的方式 做一个输出 这是他 他那个检索结果 可以做输出的一个动作 那你检索结果完之后 你如果说 我这个检索结果有5000多笔 那我是觉得说 如果这样太多的话 你可以再做一个限缩 把它做一个限缩的动作 那这个限缩的动作就是说 它在这一个栏位里面 你可以再打 打你要的条件 它会用end的方式 或是说你可以直接refund的这些东西 那你勾起来之后 比如说他就依据那个 去那个主题领域 他会帮你分说有哪些东西 那你就把它勾起来refund的 他就把这个 比如说你勾第一个1800多笔 他就把1800多笔 重新在右边这个显示 或是Document Type 他会分成这些 那他下面都有一个more option的 你点了之后 他会跳出这个视窗 那这个视窗 是可以方便你再重新做一个定义 你可以refund的 或是refund 是重新定义这些东西 然后再做一个显示的动作 也就是说你可以再做一个限缩的动作 那我们到降幕之后 他当然这边还是会有一些说 你要列印或是email的这些动作 那另外就是说 这边会有一个前文 前文档就是说你可以做一个下载的动作 如果没有这个full text的话 他会有一个ndds 所以ndds就是说有些文章 我们不是全部都会有 那不是全部都会有的话 我们会透过一个管计合作 这管计合作就是那个 国实验科技中心 他那里会有一个平台 比如说我们自台起这边没有 不过可能台大 台湾大型那边会有 或是中有那种大公司 他财力很够的话 他会定的范围更多 他那边会有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ndds 你只需要付那个影印费 那到时候你可以跟我们柜台讲说 我要这篇文章 那他印好之后就会通知你 你只要缴纳那个影印费就好了 那事实上这个国外的东西 你如果到网站 有时候你去下载的话都蛮贵的 像以前我有介绍一个IP.com 那个系统 他那个都是每一张都算美金多少钱的 那我们这个透过管计合作 那个费用都很少 只是影印一张可能两块钱的多少 都是很划得来的 那这个到到他的那个小木里面 他会我们先看右边 右边他这里会有一些他被影印的次数的文章 那这个有蓝色的 表示说你点他就会把那个被影印的文章 就把它秀出来 那下面这里会有一个他引用了哪些文章 reference 125篇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这里会有一个related record 就是说他除了引用别人 别人引用他 还有说哪些人跟我一样都引用了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我今天引用了A 那是不是V也引用了A 他把这些引用A的通通把他叫出来 所以这个也会有一个related record 比如说他会把整个都都範围都包起来了 那这里会有一个create 那个citation alert 也就是说他可以建立日后那个追踪的情形 比如说我今天要知道这篇文章 日后被哪些文章给引用 那只要有人引用这篇文章 那系统就会自己通知给你说 谁又引用了这篇文章 这个是alert的一个功能 那这里会有一个那个citation map 他会画这个图 你一点的话他就是 这个是活卧的 就是说他被哪些人可以引用 那这个就是说他引用哪些 那这个是一个全部的 那他会有一世代二世代 那二世代的话一点有时候都会要等很久 那这个是之前的那个 昨天我看他这个图已经变资料图了 这个是之前的图 那这个是cited reference 他引用了哪些文章 那他引用哪些文章 如果是这个蓝色的 表示都可以再点进去看 那如果是这种黑色的 就表示说他这个资料库里面没有收入 他只是知道说他引用了哪些文章 他把它秀出来而已 那这个是related的那个record的鸟 他引用了相同参考文献的相关记录 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这里有一个分析名 你一按之后 那这里会有一个下拉式的 你可以依据你的需求 比如说要用依据作者或是期刊名 或是科学领域这些来做一个分析 然后你按分析名 然后这里就会秀出来 然后什么类别 什么领域的占多少 什么领域的几片占多少 那这个是 今天我看他这个有改版 可是他这个鸟都还没做好 这个都还是会 没有字整个是打叉叉 所以说他改版可能还是蛮仓促的 还没有完全做好 那再来要介绍 这个系统有个个人化设定 个人化设定大部分都是 都是付费资料库才会提供的 那他提供一个个人化的功能 那你注册有一些好处 那你不注册的话 也不影响你的检索 你注册的话 那就是说日后那个检索追踪 他会通知你 还有他的影文追踪 他也会通知你 那你不注册他也不影响 那个人化设定怎么设定呢 他在这里会有一个让你填 你的个人基本资料 那你就把有红色新制的 你在个人基本资料把它填好 那你那个alert最大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有效利用他的伺服器的功能 那不管你在哪里登录 你只要在这个单位许可的IP范围内 也就是说这个单位 你有去订阅他们的WOK的资料库的范围内 你都可以使用你的检索服务 这些server里面的东西 你只要到 比如说你现在公司 你今天又到台大图书馆 台大图书馆也有WOK这个资料库 你就可以把你的账号里面的东西把它叫出来看 这个就是个人化的服务 那个人化服务我们看一下它的 它可以储存那个 检索历史建立最终 那它的 那个search history 你点进去之后 它就会有 有这些东西 那你就可以说我要储存那个检索历史 或是我要建立一个通知alert 那你点进去之后 它就会有一些信息出来让你去写 那后面这边是我的检索历史我也可以做一个combine的动作 或是我要把它delete的掉 你可以把两个检索历史合成一个 然后再把它做一个储存的动作 那刚刚我们想按那个钮之后 它就会秀出这个最终化的视窗出来 那你上面这些资料 就是说我的检索历史 我可以填一个我的检索历史的名字 你可以大概做一个描述 那你可以说 你今天如果要alert 要它通知的话 你这个地方就要勾 如果没有勾 只是把检索历史 储存起来而已 它不会通知你 那你如果有打勾的话 它就会通知你 那 这个是你的个人基本资料 那你的通知的那个type 只是那一个数目资料 还是说数目资料加摘要还是什么的 这个是你要自己选择 那这里有两个save 一个是要储存在伺服器 那如果按这个就是要储存在伺服器 那如果按下面这个就是要储存在你个人电脑端 这次新改版这里也有稍微做一个改变 可是都是大同小异 它就是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让你储存到伺服器 一种是储存到个人电脑 那它alert的形态就是说 有数目摘要或是指通知数目这些 或是存文字 那这个就是它通知你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画面是这样 它就会说它是WOS的一个资料库 那它通知你的 alert的它也有一个期限 那期限到之后它会 它就不会通知你了 不过它会寄一个 一个期限到的一个通知 那它有一个renew的一个钮 你按的话它就会继续再延续下去 不然它不晓得你到什么时候会解释 一般的话 这个 这个renew的那个通知 它一般都会设一个期限在 不然有些人都会忘记 忘记的话 系统每次一直记 可能记了20年还在记 可是那个使用者可能根本就不需要了 所以它都会设定一个期限 期限一到它就会通知你说 这个通知可能到什么时候会到期 你可能要再去看 你如果需要再做一个alert 那还有它寄给你 这会有一个html的意思 也就是说你在它的 IP方式的那个地方 你只要一按 它就会连到它的 这一笔的 的那个相关资讯 它就会把它跳出来 这个是alert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同时我们可以对这个 那个我们的检手条件做一个储存 这个有一个 open step history 的 那我们按进去之后 这里就会跳出来说 我目前我储存的哪些东西 那如果我们一个一个看 那如果说按这个setting 它就是说你可以再变更你要追踪的类型 你的电子邮件格式 然后追踪的频率 这个可以再重新做一个设定 那这边浏览就是说 你可以储存在 把已经在里面的东西 你可以储存在你的本际端 那还有就是说 它最终信息 它就是说它可以维持24个礼拜 那到期之后 它就一个一个一个通知给你 这个是 那这个是citation 的那个 那你要怎么样建立呢 你可能就是要在这边旁边 刚刚我们讲的 create一个citation alert 那它的通知的画面大概就是 这个是那个建好之后 它会有一个通知的 这个是 这个是citation alert 它管理的一个界面 它的界面信息大概就这样 反正如果需要的话你就按按钮 按这个完成钮 那它就会把这个 你的citation 的相关讯息 日后就会通知你 不晓得各位 有没有做过这种耳热的动作 有没有需要说 系统日后一直通知你相关的东西 因为我们 我们的中华民国专益检手系统 日后明年也会做这种动作 这种大部分都是 付费资料库才会有的动作 那之前也有些人会跟我反应 比如说 我今天一个检手指令 那你的资料会一直新的进来 那我希望说 有新的资料进来 只要符合我的检手指令的 你就来通知我 这样我就很省力 它这个耳热的用意也都是这样 所以我不晓得各位 有没有常在做这种东西 那以后我们的 中华民国专益检手系统 也会朝这种方向在做 所以今天把这个Alert做一个介绍 那这个是Citation Alert 它就是 会有一个 你进来之后 你还可以做一些修正 Modify的修正 那它这里 比如说它的Status是On 就是说它持续中 如果Status是Off 就表示说它不再做通知了 可是以前你有请它通知过 那你如果要的话 它期间到的话 你可以按这个Renew的按钮 它会继续通知你 不然它24个礼拜 它就会截掉 那这个是Citation Alert 它通知你的一个格式 大概这样 那中间这会有一个HTN的依法 让你方便去连上去 那这边会有一些大概的一个叙述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下这个DI 这DI 我们刚刚讲的是它WOK里面 Durban 它自建的一个专利资料库 那它专利资料库 它就是说它的DI 是一个整合性的平台 很容易操作的界面 那它都及时在更新 然后它会对那个申请人的资料 做一个确认 因为它发现 申请的资料常常会拼错 所以它 它会对这些申请人资料做一个确认 然后再来就是说 它改写四十几国的语言 变成英文 比如说它是一个视约性的资料库 它收集来的 有可能是话文啊 西班牙文啊 德文啊 各种语文都有 那它要把它改写 然后它主要收集的一些专利机构 像USPDO EPO JPO 大陆SIPo KIPo 这些 它都会把它收入进来 那看一下它的专利的那个资料涵盖范围啊 它收入了1600多万笔 算是蛮大的一个资料库 它41个发行 41个发行 41个专利发行机构 它资料从1963年起 那它德文啊 它就是 一个家族它会有一笔资料 它就是说它是从世界各国收集来的东西 它认为说 它会去把它做一个分析 那譬如说 今天在日本的一个专利 跟在美国的一个专利 跟在欧洲的一个专利 这三笔专利相同的话 它就会把它合成一笔 它就是说 One Rack Per Family 然后它德文喔 它会改写 改写那个灾料跟title 它为什么要改写呢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它从世界各国都收集过来 然后它看到有些灾料 因为有些人在申请专利的时候 它都会避开 让人家故意不让人家坚守得到 所以德文认为它有必要把它改写成 比较通俗的 你今天是我的WOK的使用者 我希望你下了一番指令 它就可以检索到这一笔资料 比如说今天明明是一个冰箱 它不写冰箱 它可能是写一个冷冻装置或什么的 它避开这种比较通俗的用语 所以德文它就会把它做一个改写的动作 然后它本身也有做一个德文的Menu Code 这个它也是一样的意思 像现在WIPO有IPC EPO也有 然后美国也有 日本也有 那它本身为什么要做呢 它也是一样意思 它认为说各个地方的审查官 它赋予这个分类有时候都不一样 那它要整了这么多东西来 它认为说它自己要一个的话 它在它的那个德文Menu Code 才会比较 要清楚一点 它自己有自己的分类 那这是它的分类 我们不细讲 它大概我们看一下它就是 化学类它就A到M 然后工程类的P到Q 然后电子电机的S到X 它这个就是它下面的那个 组类有哪些 这个我们不细讲 这个就是它的Menu Code的格式 那它德文Menu Code 它的塔形 那当然不会让你去记说 它的Menu Code 到底是哪些东西 它一定会有一个表 让你一个树状的表 让你一层一层展开 展开之后 你看了去点就可以了 那它展开的层次 它会把整个表都全部可以展开 算做的蛮细的 那除了它Menu Code 德文Menu Code之外 它对IPC 它也会全部做一个展开 一直到5接它都会展开 那5接下面的那个点次目 它也都会展开 所以它也是整个IPC的列表都可以展开 像我们中华民国专业检手系统 7月1号上线的也是一样 大概有7万个类 7万个项目 也都可以全部展开 所以这个算是做的蛮细致的 那它跟IPC的对应也有一个对应表 这个我们就不多讲 那它专利家族 比如说你今天有一个 一个美国的公开号 或是WO的一个公开号 或是台湾的一个号码 它就会把这几笔放在一起 把它检索出来 比如说我们看它美国公开号 它里面 这个是它检索到这一笔之后 往下面拉 它就会出现这个 那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刚刚讲的 它的那个IPC的号码 在美国它可能就是G06F 在WO的话它是G06K 所以都会不太一样 即使它G06F 也会有不太一样的对应 这041 这043 所以它才会认为说 它自己本身也要有一个 它们德文的Menu Code 那它会把相同的 的那个专利都把它放在一起 让你做一个一个 方便你去看 那它的 这个专利的那个DIF部分 它也可以用图来做一个一个检索 那这个图或是文字也可以做检索 那这个图要事先画好 画好之后你再把它塞进去 那这个画 可能我们这边就不讲了 它这里画物检索也有一个看胖色区 那这个检索完之后它就会秀出来 然后它检索到六笔 刚刚那个用图的模式来做检索 一开始我们说WOS也有一个 这个是DII的 它也有一个 那 这个是WOK的检索 我们稍微进去看一下它的画面 各位如果来我们局内用 我们局内电脑一定都会这样 或是我们的那个服务处 那这里有一个国内外专利 即汇算力资料检索系统 那我们今天第一个讲的就是这个WOK 那你把它点进去 事实上这里有很多也是蛮不错的 比如说左边这边都是我们专利资料库的入口网 我们中华民国或是国内外专利资料库 全益检索 这个昨天如果有来上课 应该会知道在全益检索 这还有大陆方面的 生技医化资料库 中考要这个都可以 那右边这个是会专利资料库 会专利资料库 我们今天介绍时只有这两个 那我们再看今天的WOK 那我刚刚就是说我左边进去看他已经改新版了 那其实他即使改新版他有一些还是感觉还是没有完全好 那这个就是他的主画面 那这个 All database 就是说 他会把 那个四个资料库 都会做 做检索 你只要在这边 这边下你的关键字 他同时会对DII 对WOS 对Mainline 跟BIOSIS都会做 做检索 那相对他的下拉式的这个就比较少 那你单一资料库的 那就比较多 比如说我们要选择一个资料库 那这个就会秀出来 你要选择WOS 还是 还是DII 还是BIOSIS 还是Mainline 那这两个是后来才 最近新改版才会有的 那下面有 有那个你要用的是 是日本 日本语呢 还是中文呢 还是英文 那比如说我们选WOS 那WOS他的 模式大概就这样 那我们先讲他的那个 这个检索 WOS我目前 我不会画这个图 所以 所以像他这个 看包摄取 或使用摄取的话 他是沿用旧的 旧的方式 那这个这里就可以画图 那你把这个画图扭一按 他就会跳出一个 一个画图的 的视窗 画完之后 你把这个箭头一按 他就丢回去 丢回去到那个视窗 那因为这个图我 我不会画 所以我 我大概 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图 那就是可能要了解这个画图的 一个软体要怎么画 尤其你们学画写的来来学这个 应该会比较快 画好之后 你来丢来这里 就可以做一个检索 这是他的 这个 有图方面来来做检索 那这个摄取方面 这个比如说这个作者 作者的话 他这里就会有 偶射方的这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讲他会有四个步骤 那比如说这个 他就要你打 打他的 作者名称 那下一个 他就一步一步在线缩 比如说 我是这个P star的 200多笔的 我只知道他是P什么的 那你就按好之后 然后下一步 按完之后 按完之后 这个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他的领域范围 我知道这个作者 他是在生命科学 跟生物医学 那你就够这个 那就按下一步 那这个好之后 我就想说 这个作者 他应该是在学校方面 那我比如说 我要按这个 那再完成 那检索出来 我们看 他有203笔 也就是说 他从251笔 帮你做一个限缩的动作 你知道作者名字 大概是什么 那从那个作者名字 你又从他的 他的专长 可以把它做限制 然后你又从他服务的机构 可以把它做限制 找出来的 可能就是 比较符合你 你所需要的 这个是 这个是作者的 一个辅助检索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个团体作者的 比如说 你这个一拉 比如说 你只看地址 一按他就会有缩写的 这一个 有些东西 是你写的某一个 他这个才会改 像我们选作者 他就 跳成这一个 那比如说 我们是团体作者 团体作者之后 我 因为团体作者 有那个名字 都蛮长的 那我需要 他的辅助 你就按这个 放大镜 好 那这个一样 你就可以说 我应该是 他这个PH-ARM开头的 按下一步 那这里就可以让你挑 诶 我是记得是PH-ARM什么什么的 然后比如说 我们知道这一个 那你就加进去 然后OK 那这样就进来 那你就按Search 那这个就是我们检索他的团体作者 那里面这一个就是只有这一笔 这个是他一个放大镜的一个辅助功能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就先在这里 那就是这一笔 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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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我想要怎么会 那这个检索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他有6000多笔 那这里会有两个分析棉 那我们按进去看一下 那进去之后 你可以说我要 利用作者来做一个分析 那 他这里就会有一个bar 然后说 i311的这个有19笔 然后他是多少 他这会有一个一个 对这个按键的做一个分析 那另外他也可以对他的 citation Rack做一个 做一个分析 他这只要是分析的动作 他都会速度就会有一点慢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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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速度太 因为他六千多笔 所以他被引用的 可能就是会高达一二十万笔 也有可能 所以他会很慢 跟刚刚那个是大同小异 所以我们这边就先不要介绍 我要介绍那个alert的功能 在这里登录你自己的帐号密码 也就是说你以后到不管到哪里 你只要登录这个帐号密码 他就会把你储存在这个 server 端的东西就可以叫出来看 那这个系统 不小心是改版之后就速度变得比较慢 谢谢大家 他这个系统改版之后 我觉得感觉好像不太 没关系我们 大家如果有对那个RUT有兴趣 因为我是尽量把讲义写的多一点 比较详细一点 大家看讲义进去操作也可以 因为我一开始有问各位说 这个资料库有没有人有用过 几乎大家都好像没有用过 所以我就会把讲义稍微写的比较详细一点 那大家因为听完之后 可能回去就会忘了一半以上 那你下一次如果来我们这边要用的话 你就把讲义拿出来看一下 然后按图这样再操作一下 应该还OK 那我们这个资料库 因为他塞印已经没有动作了 那我们这个WOK资料库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 那我们休息十分钟 下档课我们就介绍那个i3PO1资料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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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